哎呀好久没有给大家拍视频了 为啥呢 因为赖 而且太冷了 不想动 有了本新年快乐 今天也多多关照 新关注我的朋友大家好 我叫三月 鼓掌 今天就是2021年的第一支空瓶日记 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东西呢特别多 还不是全部吧 我就拿到啥说啥了 首先第一 就是日常万年必备的 就是这个洗衣球 特别适合懒 因为它是有洗衣液跟柔软剂 两个剂混在一起的 你就直接把这一个东西 丢到洗衣机里边 你啥都不用管 也不用给它剪开 让它自动溶解 它的香味超香 超适合女生 所以这个就是万年必备 是玫瑰香味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染发剂 红色的就是爱莫莉的漆皮 我也涨过在视频里面 所以你们想看的话 可以看那个什么 那个颜色超美的 就是掉的有点快 然后下一个是这个二十代 也不用多说了吧 最近没怎么吃 吃了一道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 我万年必备的自生堂的 这个化妆棉 它的棉就是很厚 然后108枚 天然棉 然后它也不会掉须须 所以这个不伤皮肤 我觉得这个真是万年必备 而且它一盒才200多日元 就是很值 下一个就是我私心 非常推荐的 Pharmacy的卸妆膏 就是争议的部分 我们不谈 但它的乳化速度快 跟卸妆能力强 这点我非常的推荐 就是眼妆也可以卸 而且卸完之后 完全没有油膜感 而且也不干燥 这点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然后它的味道呢 淡淡的清香味 我觉得这个味道也超好闻 半年回购的产品 它里面是绿色的膏 已经完全被我挖空了 真的是超喜欢 日本小姐姐给我的礼物 就是好像在日本IG上 很火的一个 法国品牌 叫BULY 然后它家的那个身体油 特别火 那个我也有 但我还没有用完 这个的话 我觉得适合卸淡妆 卸浓妆 可能差点意思 它很温和 就是敏感性 也可以用的那种 如果你是喜欢花淡妆的小伙伴 可以去购入它 但是它真的非常的重 它自重超沉的 两个韩国的洗面奶 都主打的是敏感期可以用 这个是弱酸性 这个是绿茶 苏打洗面奶 两款的话 我觉得它的保湿力 都不是很好 这款我是夏天开始用 冬天用完了 冬天的时候 我觉得它超干 这款我觉得 它清洁能力还挺强的 但是它冬天的保湿力 也不是很强 所以这两款的话 都一般般 印度尼西亚的这个发油 我不多说了 反正就是在那个互发视频里面 我也经常推荐过它 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用的 就是便宜又大碗 就是用完了 也不心疼的那个 PC的5%果酸水 我的用法是晚上用 如果你是白天用的话 你就要增强防晒 因为酸类的产品 一段太阳的话 它会让脸更加的暗沉 所以你们如果白天 想刷酸的话 一定要注意防晒 我晚上用的时候 我是拿它当成 二次清洁水嘛 因为它是去黑头去痘嘛 我就会把它 湿附在有黑头 和有痘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 对我没有任何的卵用 所以它我不会再回购了 现在这个阳光超好的 就是照我照的 好了好了 下一条就是这个 Omoro Visa 我记得我当时 开视频的时候 我还不太会念 现在我可能念的 也没有太标准 但大概能念出来了 就这个匈牙利的黄后水 会不会回购呢 我觉得它有点性价比 没有那么的高 但是它就是好处 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 觉得自己脸干了 随时可以喷 会不会回购 我在犹豫当中 下一个是这个 德国世家的律动调理液 我可能买错季节了吧 因为我买的时候 脸还是油皮 现在我的脸是干皮 就是觉得它超干 所以我可能夏天的时候 还会再买来一瓶 试一下 这个马上就要用完了 就喷雾类的 永远用的超快的 这个是Fursate Beauty 就是据说是什么 海兰之谜的平T 我觉得一切 这平T的旗号的 都是骗人的 如果有钱了 还是买海兰之谜 更香一点 在我的脸上 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效果 我抱豆不抱豆 都没有任何的效果 说好的急救面霜呢 真的是超生气 再一个是这个 就是韩国 我六月份开箱的时候 开出来的这个 独岛的这个化妆水 我觉得它的保湿力 对得起它的价格 我只能这么说 就是便宜又大碗吧 就是有机会 还是会回购这个皮的 戴克这个保湿定妆喷雾呢 保湿效果还可以 但是它定妆力真的是超差 就是你喷完它之后 你还是蹭了满口罩的分离 所以这个的话 应该不会再回购了 我终于把这个太阳都熬走了 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我真的是完全可以 睁开眼就跟大家讲话了 已经讲完了一个箱子 就是还剩另外一个箱子 可能会把这个视频 分成两半吧 就看我心情 怎么爽怎么来 分享一个我昨天 非常的开心的事情 就是我昨天居然中奖了 就是人生当中 第一次在微博当中中奖了 你们能相信吗 我的天哪 2021年的开门红 我的天 真的是 希望我的视频 也可以开门红 所以你们懂得 按一下好吗 按一下 谢谢 好了好了 说回到现实当中来 这个奖品呢 就是某位明星的同款戒指 就可能这个奖品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就是不值得一提 可能大家都不屑一顾那种 但是我觉得对于追星的人来说 就是真的是 高宫时刻 好了 就是说回到现实当中来说 就这个戒指呢 可能是个纽约的小中品牌 如果它到了北京的家的话 我会到时候拍个视频啊 或者怎么着 给大家看眼 但我现在真的是受不到 因为我人在日本 就好难过呀 但是我真的是中奖 就很开心 具体哪个明星 我就不要说了 我要努力做一个 不追星的女孩 所以大家就是监督我 这二十几年来 我头一次中奖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所以我希望把这份好运 也传达给看我视频的大家 我们一起2021年 拥有好运 好了 收了 下一个样东西了啊 哇 我现在把这一段 说完了之后 这个视频就结束吧 因为超累的真的是超累 到啥说啥吧 首先这个应该是 泰国的这个草莓的 这个变色唇膏 好像是Misting 我忘了牌子了 我记得它变出来的颜色 很切 是那种很切的粉色 所以这个我应该不会回购 但它价格好像 特别特别便宜 还有就是泰国的这个 Misting的这个睫毛膏 有两个头嘛 一头是这个睫毛打底 但是我完全没有用过 因为我不太喜欢 这种白色纤维的睫毛打底 我只用过这一头的睫毛膏 这个的话就是有点粗壮 但是它刷起来 也不是说那么的难看 然后并且没有很苍蝇腿 所以这个的话 我觉得性态比上说 还挺好用的 持久的话 我觉得也挺持久的 但是论不持久的话 我觉得美宝莲这个 更无持久 它虽然就是没有苍蝇腿 而且它其实画出来 其实挺好用的 就是它这个头 你们看 就非常适合亚洲人 就是你这样涂一涂 也不会触到眼睛里面了 但是它真的是晕装 晕到了老姥家 就是下午的时候 这底下一圈黑 不太好涂的是 这个Urban Decay的这款 就是这款的话 就是我不知道 因为它的症状长什么样 但它的小样就是 完全就是一个 非常粗壮的头 就是用到时候 容易处到眼睛里 所以这个的话 完全就是不太推荐嘛 然后下一个就是 这个兰蔻的这个睫毛膏 我觉得这个兰蔻的睫毛膏 算是欧美品牌里面 最适合亚洲人的了 它的头是长这样的 我当时在美国的免税店买的 就是三个一组 还是两个一组 我忘了 然后自己留了一个 它用起来就是没有苍蝇腿 而且非常的持久 下一个就是这个 韩国品牌LUNA的这个 遮瑕 我用的是01号 我会用它就是遮痘痘什么的 就这种的话 保湿力也挺够的 我非常喜欢 但它已经用完了 我很喜欢这款 然后下一个就是 我用完的两个 Kiss Me的睫毛膏 一个是棕色 一个是黑色 我觉得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吧 就是很好用 第几代我忘了 因为用的太早了 这个就是半年被推烂的睫毛膏 就是不用我再多说了 就是头我也非常的喜欢 是这种 就是完全不会除到眼睛里面的那种 然后还有就是用完了四根 Kiss Me的眼线笔 这个四根 我也不用多说了吧 因为这种好像就是 完全被推烂的 这两根是棕色的 我记得 这两根是黑色的 反正就是非常非常好用 我不多说了 真的是被推烂了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爱丽小屋 染眉膏已经被我用到了 把字都磨没了 这个是我在头发生的时候用的 这款我觉得非常好用 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会回购的 还有就是高斯旗下的 这已经被我磨没了 这个的Espirico 它是在药妆店比较高端 然后它的眉笔 我觉得这个也非常的好用 因为它有三个头 一个是画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眉墨 然后最后是一个眉刷 超好用 我用的是BR301这个色号 是这个浅棕色 大概是1600还是2000日元 我忘了 反正现在比较是挺好用的 K Palette的这个眉笔 我觉得超难用 因为它是这种细的 就你画眉尾的时候 我根本画不出来了 现在 我记得买了没有 各星期就画不出来了 难道是这个品控的问题吗 我觉得这个完全就是不太推荐 我用的是04号 当时也是头发生的时候买的 然后这边是个眉墨 不好用 然后下一个就是两根眼线胶笔 我不想用眼线胶笔的原因是因为 我基本上所有的眼线胶笔就不是用完的是断完的 你们知道吗 就是我可能用劲可以用的很大 所以它就会很容易断 然后这根是这个K Palette的这个 Tattoo Eyeliner 这个色号是BB 然后这是RMK的 当时不太懂买了一根RMK的 结果全都断光了 根本不是用光的 你们知道吗 这个视频就到这结束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记得关注哟 拜拜